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记得最早大家开始做工业设计 产品设计 用户体验设计 到最近这几年非常火爆的服务设计 但服务设计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们张琦我们理事长 他们也在探讨建立服务设计这个联盟 做得非常棒 而且我觉得国内像在座的这位几个大咖 也都讲过用户体验 讲过服务设计 确实是非常地一个宽广 但是也有不可触摸的这么一个领域 就觉得很大 也很细 怎么讲 其实我也没有概念 所以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 小小的探索和体会 不一定很成熟 供大家批评和参考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知道从工业设计 到产品设计 到界面设计 到用户体验设计 到这几年的服务设计 都是很火热的 不管是从新兴的互联网行业 移动互联网行业 还是到我们传统的制造业 都在强调 就是两化融合 就是制造业 制造和信息化进行融合 通过我们的信息化 来带动我们的制造业的发展 其实服务设计也是随着我们互联网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发展 而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 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 服务设计是为了创造 更好的这个用户体验 让用户粘在某一个媒介 平台或者产品 或者服务上面去 来带了更好的价值 创造这个价值 其实这个价值是价钱吗 价格吗 不是的 既要为我们社会创造价值 为我们自己创造价值 为商家创造价值 为这个生态的产业创造价值 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带来更好的商业 前几天我其实对一个产业说过 对于产业来讲 它如果没有好的商业 它就没法去生存 就没法更好的提供 更好的服务 没法带来更好的技术 所以其实刚才跟我同学说 就是说 怎么样来创成更好的商业 其实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设计 通过我们的创新 带来更好的模式 来为新兴的这种社会 带来更好的服务 就像瓜老师说了一样 Stop Every design is stop 是吧 其实可能吗 不可能 这个社会永远往前发展 永远有新兴人类 新的需求 那这个时候的设计也好 技术也好 它永远往前走 所以我觉得 怎么样来平衡 个人 社会 国家 以及这个商业这样的关系 就值得我们进行思考了 我觉得华华以前 是不做手机的吧 以前做一些技占 但现在做了手机 做了这个云计算 是吧 做了这种跟社会 更多的服务相关的时候 它就应该提供更好的服务 通过它的设计 通过它的技术 为这个社会 创造更好的新的模式的时候 此时 是吧 它的服务就很重要 所以我这几年 华华的手机很火爆 除了它的技术之外 很多的设计成分 很多的社会成分 都在里面了 我觉得这里面 也包含了很多的 这种服务的这种 音色在里面 其实以前我们都觉得 只有信用卡和现金 但是到了杭州之后 就发现 不用现金了 是吧 很少用信用卡 为什么 一把手机全搞定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新的一种 服务的方式 是吧 利用新的这种 互联网 互联网的技术 提供了新的方式 这个方式 其实就是一种 服务自己的模式 为社会创造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 巴拉巴拉的大堆 其实这里面 我认为也是一种 新的这种 服务在里面去了 尽管这种共享单车 是很好的一个概念 只不在我们国家 做得很糟糕 我觉得不能怪这个概念 只能怪这种方式 很糟糕而已 是吧 其实你到国外去 这种共享单车也好 共享汽车也好 很好 我个人觉得未来 可能一定 在我们国家也是一样 也是未来 也是个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共享anyway 这种模式 这种社会 为什么 它大大的 结尾了这种社会的成本 是吧 大大的提高这种便利性 和一种支付的方式 其实这种服务模式 本来就是很好 是吧 只不过它做的模式 不同而已 我认为这也是 很好的这种服务的设计 所以其实凯恩凯利说 未来的社会 已经发生变化了 不管你是 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管你是支持 还是反对 不管你是跟着走 还是原地踏步 对不起 就像当年 计算机刚出来一样 很多人反对计算机 很多人反对互联网 对不对 现在你还反对吗 你已经在里面 已经呆在里面了 是吧 你已经跑不掉了 就像我们七年后 跟00后是没法比的 是吧 我们还是互联网的移民 00后不用说了 互联网的原住民 他们所发生的事物 所发生的事情 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光老师说 刚才有一个图片里面 讲到 这个网络直播 对不对 有人说 随着这种 5G 6G的发展 为了网络直播 可能会超过阿里巴巴 是这么如此大的一个产业 为什么 因为人人可以直播 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服务模式 方式也会发生 巨大的改变 所以我就说 服务设计事实上 生活在 存在我们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 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总之 就像空气一样 你逃不掉了 所以我做了一个总结 我觉得原来的这种创新 从最早的这种技术创新 市场创新 管理创新 这三个人里面 我相信全球 都能找到很多的大咖 大拿 出了很多书 做了很多案例 但是我觉得 像何老师说的一样 现在这种社会创新 已经通过了设计创新 因为设计 它能够很快地 把科技 把社会 把技术 把管理 进以后的整合 只不过你整合的能力 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 就像最近 做了一些新兴的那种 设计公司这种 出现的模式一样的 小米 是吧 它会带来的新的模式 将很好的技术 资金 供应链 设计 等等等等 进行有效地 快速地整合 为消费者提供新的 这种生活模式 其实也是这种服务的创新 服务的创新 就是要提供 我们的义户体验 最终带来新的价值 所以我画了一个图 我觉得未来的 发展模式 就是说 设计可能在某种阶段 会带来新的这种方式 是值得我们进行 关注的 那么什么是好的服务 我觉得每一个 这个人 每一个平台 每一个环境 每一个场景 都有不同的理解 什么是服务设计 我觉得这个概念 也很多了 是吧 我觉得星巴克 举个很平实的案例 我觉得我们出去出差 吃个麦当劳 喝个星巴克的咖啡 很平常 其实星巴克也好 麦当劳也好 在国外也是很普通的 一个消费场所 但是你为什么去 是吧 那么你比较一下 中餐和西餐 它到底差异 和各自的优劣 是吧 我觉得各有优势 也各有劣势 看你不同人的选择而已 这就是差异化 人们有人喜欢高大上 有人喜欢洋川白雪 因为无所谓的 但是为什么 他把这种服务做得很好 其实它也是这种体验 一种新的场景 一种新的方式 待在那里喝个咖啡 上个网 聊个天 挺好的 至少比中餐厅 可能来得更加一种 另外一种场景的 这种体验 其实蛮好 那么他其实就把服务 做得很细致 很精致 是吧 各种接受点 target point 都做得很好 让你觉得 待在里面 尽管有很多缺点 但是你可以包容 我喜欢 我愿意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设计 就是一种新的模式 所以定义服务设计 其实大家可以 从互联网上也好 书本上也好 大难的PPT也好 有很多种定义 很多种概念 但我觉得就是说 每一个人会从 自己的行业 自己的角度 提出自己的思考 所以我觉得服务设计 我自己总结 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 用户的中心 这种思想始终贯穿于 整个服务的所有 第二个就是 co-creation co-creation 不是说我Pride 做得很好 你就接受就行了 No 这个年代 是一起来 共创的这个年代 第三个是co-value 共同价值 如果商家赚了钱 你觉得不爽 对不起我走人 如果你觉得很爽 商家不赚钱 对不起 创钱就垮掉了 所以服务设计 是一个共同连接的 这么一个情景 或者场景 为这个国家 为个人 为社会 共同创造价值 这个生态链 才能提起来 良性的循环 所以这一点的话 其实在国外 好多研究 都在强调 co-creation co-value co-seal co-seal也很重要 服务所创造的价值 是为你们这个 利益相关体 和整个社会 所共享的 所以 这个touch point 要做得很好 所以现在的 这个服务设研究 我个人觉得 可能跟以前的 这种工业设计也好 产品创建设计也好 它有所不同 它必须通过 我们的商业模式 必须通过我们的 技术的支撑 将每一个点 做得极致 让用户 少一点 complain 多一点 这个比较high的 这种接触度 那么问题来了 那么其实 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师 也无法去触摸 知道 用户到底想要什么 其实用户 有些也是很矛盾 我说我喜欢这个东西 你为你掏钱吗 不一定 是吧 你掏了钱东西 一定很喜欢吗 不一定 所以这就面对这个矛盾 设计师到底怎么来捕获 这种好的服务 用户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 颜色提出一个挑战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有几种方式 其实以前我做的好多的 什么界面设计 用户体验设计 服务设计 尤其是跟IT企业做的特别多 特别多特别多 做了最后 都自己把做的做得很麻木了 但是我思考 其实我跟IT企业做的好多前瞻 担心的探索 也做了一些demo 也做了一些交互的界面 也做了服务设计 我觉得思考 就是说 这个社会到底需要什么 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 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或者设计 他们才能够接受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觉得 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想乔布斯的神人 你有人说 我不需要用户研究 我根本就不需要 User Study 我就知道未来怎么走 其实真不需要吗 需要 其实它也是通过大量的研究总结 所得出一些规律 然后再去做设计 是吧 那么另外的途径 就是通过这种 社会的现象的分析 或者是研究 或者是大数据的了解之后 才能够获取未来的发展 不管是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 有不同的人在走 在探索 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可能未来是 一个大数据 和人工正乎的年代 那么好多设计 也不用像以前那样 去街面上去 扫地摊一样去调研 其实我也做过好多调研 做过问卷 做过统计 当时我发现 那个方式也挺好的 但是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 我认为有 就是互联网的大数据 所以我个人觉得 可能现在的服务设计 需要结合更多的这种 互联网的大数据的这种模式 来进行推演 进行总结 然后在我们设计 提供一种参考 我认为这可能是 目前或者未来将来 一段时间内 以内最好的模式 不管这个数据是 真实数据 还是假的数据 还是有噪音 巴拉巴拉一大堆 但是这个数据 总之你要获取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服务设计 到了这个年代 我觉得我们来 教教的马桶 马桶以前 我觉得大家上回身间 对智能马桶 几乎是没有太多的认识 对不对 没有太多认识 但是现在为止 就那么短短几年之内 智能马桶 在我们这么一个产业里面 能够做到一百个亿 一百个亿 而且为了发展 他们打造千亿市场 而且中国的消费者 也越来越接受到 这个智能马桶 这么一个好的概念 所以宾馆也好 家里中央就好 都在放一个智能马桶 放到那去了 而淘汰了 传掉了马桶 这有道理什么差异 其实可能对我们个人来讲 从生活方式上 没有太多的差异 只不过服务的模式变了 服务的模式变了 你们也蕴含着 无限的可能性了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的服务设计 要跟现在的科技 人文 机器有没有的结合 创造一种好的体验 好的生活 然后带来好的商业 可能这是我的一个 个人的一种想法 那么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案例 已经老掉牙了 2017年就推出来了 对不对 路白系统 就通过新的这种需求 通过它的这种 计算机的算法 通过机器的设计 来满足了千人千面 我觉得很好的一种模式 如果让设计师做 可能整个阿里的设计师 做一辈子也做不出来 结果机器 只有50个模板 就能算成1.71个 这个banner 让每一个人 所看到的banner 是不一样的 这不是挺好的吗 如果没有这个机器的模式 没有这种服务的理念 如果还定了 全场的设计的话 它一定做不出来 这个概念 我觉得挺好 这个可能带来这种信号 什么信号呢 就是说 怎么样通过人文的 这种光怀 怎么通过科技的 设计的融入 来为这个社会 带来更好的服务 这才是我们 所需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2017年11月 国家科技部 也开了一个会 怎么大力发展 我们的人工智能产业 所以挑了四家企业 通过高效 跟企业的实质性结合 通过不同的行业 比如语音识别 智能车 城市大脑 智库医疗等 是吧 通过设计 技术 等方面的融入 来为这个社会 提供更好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杭州大厦 好像他们几家 就开了一个医疗的 这种服务的诊断 诊疗 尽管传断的模式 有所变化了 而未来的消费 不管你是怎么着 是吧 这种模式也是 不可能发生逆转 所以有人说 你开了个无人店 不是这个笑话吗 杭州大妈 就问了我们 那个阿里巴巴 说你开了个杭州的 无人店 这个价格没变 你开了干嘛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尽管这种 尽管我们的价格没变 对的 但是未来的方式变了 你可以不喜欢 我可以不喜欢 但是新兴人类 他一定会喜欢 所以 现在上次做报告 王硕士老师 包括好的老师说 我住了一个 无人的这个宾馆 进去之后 灯都找不到 是吧 不管是声控 还是什么控 还是什么控 总之找不到 然后整个就黑灯瞎火的 对不起 这个可能服务设计 没做好 技术不过关 但是这种形式 我认为将来 可能还是会呈现 无论你怎么样 所以 这就是服务设计 怎么样来跟人文 跟技术结合 出现一种新的方式和模式 这个值得我们去探讨 所以我自己 我也得做 我也得做 因为我以前做的 好多的用户体验设计 服务设计 都是基于传统的模式做的 在我在想 未来如果大师去做 怎么做 其实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跳下去 试试看吧 所以我们在 这家大学 在广州有一个团队 做了一个华南院 一个团队 我自己组成了十几个人 我说研发软件吧 通过我自己的软件 书籍这个数据 通过我自己 比较保密的算法 算出一些 用户的模型 流失 转化 我再来 怎么帮我们的企业也好 帮我们的网站也好 帮我们个人也好 提升这种用户体验 提高它的转换率 这个我觉得 才是设计师 要做的事情 不仅仅关注 那种形式上的这种需求 更要关注大数据 实际上 这个我觉得 还是蛮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在 我们的一些网站上 进行在公测 在实测 各位要关注 右边那个漏斗 那才是我们整个算法的 和整个商业模式的核心 一堆人访问在网站 他们网站 平时访问量 大概有三十几万个 三十几万个 访问量 一般般的访问量 有三十几万个 可是三分之一二 就是爬虫 三分之一二 就是垃圾去爬虫 就是别人去导数据 去爬数据的 是吧 而三分之一 才是有效数据 我觉得这是一个 伟大的发现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会发现 白天的访问量 和网上的访问量 是一样的 很奇怪 因为这个中国人的 网站来讲 白天访问量比较高 是理解的 晚上两点到六点 一般人睡觉的 但是他们也没人睡觉 也在继续运营 我们以为是灌水 其实不是灌水 因为这个行业 它不一样 网上也有人来访问 第三 到底多少人买东西了 上到网站之后 从它的导入 到整个网站的 这个运行 到浏览 到离开 整个三大部分的环节 我们其实可以 全部进行监控 那有人会说了 数据谁都有 对不对 像我们的这个 阿里巴巴 百度 是吧 腾讯也有数据 我们的Facebook 谷歌都有数据 那有什么差异呢 对了 差异就在这 人人都是人 为什么长得不一样 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通过 我们自己比较专业的 这种验骨体验 浮水的这种 保密的算法 算出来 每一个人 他的停留 转化 他的方式是不同的 而且是比较来好使用 目的 目的 就是要提高 我们用户 在网站上使用的体验 提高他的粘性 提高他的双眼的转化率 这样对于商家来讲 或对于一个网站来讲 它才有存在的价值 才能够持续运营 否则就完蛋 所以我们提供的是 从单对端的 所有的解决方案 这个东西 我们正在进行公测 在测试 也在进行完善之中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于我来讲 也是个挑战 新兴领域 因为以前做设计 我觉得做个调研 搞个问卷 做个demo 做个概念设计 很容易 但是当你面对 很庞杂的数据的时候 我就两眼发傻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搞计算机的 所以我觉得设计行业 也应该了解这东西 怎么通过我们的数据 来分析一些规律 来为设计提供参考 或者是说 帮你进行改进 我就碰到我们 这大一个计算机 毕业的一个牛人 他告诉我 罗老师 如果我通过数据之后 我根本就不需要人 来把网站进行改进 为什么 因为计算机可以生成了 当计算机发现 这种网站 更好使用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 把你的网站给替换掉 不需要人设计了 所以你们设计师 在未来一定程度以内 一定会失业 因为马龙比你们更牛差 所以我一听 我也吓傻了 我说我搞了个半天 通过大数据 来改进我的网站设计 结果发现 不需要人设计了 计算机能够生成了 所以我觉得很恐怖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 做了一些 主客观数据分析 动态的用过画像 旅程分析 数据分析模型 实施预警 还有就是将客观的数据 跟主观的分析进行结合 主客观结合 这样的话才比较真实 因为用户有时会撒谎 用户有时会迷茫 但是数据不会造假 你走过的 买过单的 它一定是真实的 所以我最后总结 我就觉得是服务设计 可能跟当年的人物的关怀 跟AI要结合 为什么 因为这帮公司 他们既是高科技公司 其实同时也是服务公司 它一定为这个社会 提供一种 他们独特的 有差异的服务 才能够赢得市场 才能够为我们 创造美好的生活 所以最后就是说 设计要跟这些结合起来 我们的生活 才会比较完美 无论是科学技术 无论是人文艺术 无论是社会科学 我认为搞设计的人 都得去学习 都得去膜拜 然后活灵活用 把它变为自己的 这种知识和方式和方法 这样我们的设计 无论是硬件产品 Tangible的 还是Intel的软件产品 还是无形的服务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做得很棒 好 最后就是说 要用数据说话 所以这次何老师 一直强调就是说 社会拥抱我们的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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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